大家好,我是AKK 今天在花园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特别喜欢的一种花园植物 圣诞玫瑰铁筷子 桌面上就摆了许许多多品种的铁筷子 我比较喜欢的是有一些官叶的品种 然后它的叶片的颜色是各异的 然后它会很好的跟整个花园的环境契合起来 因为它的花朵并不是这么的抢眼 所以我们主要观赏是它的叶片 我会做一些小型的组合 因为铁筷子的花期是早春 所以跟早春的一些球根结合起来的话 效果就会非常的好 有一些锦菜,一些葡萄风杏子 还有一些暴春 还有我们常见的长春藤 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组合去使用 当然也可以像这样估值的一盆 这个也是我播种得来的一个重瓣的品种 它的那个花纹特别的漂亮 我比较偏爱浅色系的 当然深紫色系和白色系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两个颜色 那大部分的铁筷子呢 基本上都是介乎这几个颜色之间 我们常见的可能是白色、黄色、紫色、粉色 还有绿色 当然铁筷子的花到后期都会变成这样偏绿的一个颜色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也可以在花园里种上一颗铁筷子 也可以在花盆里种上铁筷子 都是非常简单和方便的事情 我手上这一盆就是离我最近的这一盆的话 它就是通过了一个紫波苗形成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铁筷子的品种 它的花感就相对来说会高出叶面很多 而不像大部分的品种可能花感相对来说比较的低 那这个就可以拿来作为一个切花的很好的一个材料 好 那这个品种也是我养了好多年才开成这个样子的 它可能第一年的开花量会相对来说比较小 因为它是一个虫瓣的品种 可以发现它的这个花瓣的形状特别的可爱 小小的圆圆的 然后也非常的虫瓣 那我们都知道铁筷子的话也跟很多毛耿科的植物一样 它的所谓花瓣是它的鳄片退化而来的 所以它真正的花瓣其实是中间的这一圈 密线环才是它真正的花瓣 那其实外面我们看到的这些很漂亮的颜色都是它的鳄片形成的 这个紫色的品种是一个日本品种 所以它的颜色特别好看 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些其实也都是播种得来的品种 这个也相对来说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会比较高一些 其实铁筷子是一种非常适合种在树荫底下的植物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的耐荫 那这里可以看到是有铁筷子大约一年苗 两年苗和三年苗的一个对比 经常我们会播种达到一年苗的效果的时候 它可能有两到三片叶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定制到这样的一个盆里 当然我有时候会多几颗小苗种到一起 等它稍微再大一点的时候再给它分开 当它长到有大约这么大的叶子的时候 我会考虑把它递摘到花园的一个角落里 让它在地里面可能更加快速的长大 当它长到三年左右达到可以开花的程度的时候 我会把它种到这样的桃盆里便于关少 那这个时候可能更加要注意它的水肥管理 尽量不要做到缺水 虽然毛梗科的植物很怕根系的积水 但是它还是很喜欢水的 尽量做到戒指比较粗松透水 那每天给它浇点水都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生长季节 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一颗是相对来说 比较有趣的播种的一个苗 它的密线环特别的明显 然后颜色的分布也特别的有趣 内浅外深的这个淡粉色和紫色的一个结合 看上去非常的可爱 这个就是从播种得来的苗 种到地里也是第一年 也是盆栽了两年之后再下地的 可以看到它底下其实有两个花芽了 但是这朵已经开出来了 算比较早的 铁筷子虽然都是 我们现在种的大部分都是东方铁筷子 是一个杂交的一个铁筷子 但是它的花期也有早和晚 就算是同样的播种苗 它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形状的一个表现 所以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有耐心的话 种下一颗铁筷子 然后收它的种子 三到四年之后你就会得到很多颗不一样的铁筷子 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颗铁筷子 也是我从播种苗得来的 然后我已经不太记得它的母本和它的青本的那个样子了 应该是一颗粉紫色和一颗白色虫瓣的一个杂交的一个结果 这颗就属于颜色比较漂亮的 当然杂交也会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得到什么样的苗也需要你有耐心 然后把它种到开花 才知道你会得到一颗什么样的颜色 这颗就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个杂交的一个结果 它的颜色非常的漂亮 这颗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种 可以看到它的花瓣的颜色是这种深紫色的麦纹 在周围一圈有一段浅浅的一个花边的一个品种 也是一个很好看的虫瓣品种 但是这颗品种我不太收得到它的种子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品种的特性吧 种子比较少 而且我也没有播出来过类似的这样的花色 所以也是非常有趣的一颗 作为一颗母本来说的话 它也是非常优秀的 因为它的花挺非常的高 可以发现这一片位置因为它是在树底下 所以这一片的花挺都很高 而且我都是采用了一个半埋入土内的地下的一个方式去栽培它们 所以在江浙一带即使梅雨天很厉害 你也不用太担心它会烂根 这个颜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我把一个深粉色浅粉色和一个紫色是种到了一起 所以在这个角度看上去的时候也非常的美丽 而在早春的时候也是为花园里添上了不少的色彩 当然也有很多的铁筷子的品种 也许花朵并不那么的出色 但是它的开花量还是非常好的 其实当它整体打开的时候 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 特别是在阳光底下 这个白色的铁筷子还是为花园增加了很多的亮色 好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了许多关于铁筷子的一些知识 那也期待今后